2022赛季以来 男子网谈发生了一件奇特的事情 强大的西班牙斗牛式军团 似乎遇到了一个克星 他就是美国大兵汤米保罗 生于1997年的保罗 2015年连夺法网青少年组冠军和美网青少年组亚军之后 转入职业网谈 直到2021赛季 保罗才在ATP250斯德格尔摩站 夺得职业生涯至今唯一一个冠军 2023年奥网之后 随着职业生涯守进大满关四强 保罗世界排名首次闯进Top80大关 本周一世界排名更新之后 保罗已经高距第13位 离世界前十已经近在咫尺了 保罗右手直拍双手反拍 似乎没有一项特别突出的技术 但是正如塞尔维亚球王德约科威奇所言 保罗是一个非常全面的球员 富有活力 速度很快 发球出色 喜欢踏进场内阵守击球 反手也很扎实 正是这样一个 似乎并不怎么突出的美国大兵保罗 竟然创造了一项令人刮目相看的战绩 自2022赛季以来 对阵强大的西班牙斗牛式军团 最强五人组 保罗实战之下 取得了八胜二负的佳绩 包括一波恐怖的七连胜 这不能不说是男子网谈一件奇特的事情 2022年ATP500阿卡普尔科战四分之一决赛 保罗0比6 6比7赋于正在创造职业生涯最佳赛季开局的西班牙球王纳达尔之后 摇身一变成为西班牙斗牛式军团的克星 收获一波对阵西班牙斗牛式军团最强五人组的七连胜 2022年加拿大罗杰斯杯大师赛第二轮 保罗挽救一个赛点 逆转击败对北美赛季雄星勃勃的西班牙超新星阿尔卡拉斯 年底巴黎大师赛 保罗更是前三轮连胜西班牙汉象阿古特 球王纳达尔 新进大师布斯塔 2023年奥网第二轮 保罗熬战五盘击败西班牙好守弗基纳 第四轮战胜阿古特 最后闯进职业生涯第一个大满贯四强 职业生涯世界排名守进前20 2023年迈阿密大师赛第三轮 保罗再胜弗基纳 到了这个时候 面对一波惨痛的七连败 西班牙网球星的掌旗人阿尔卡拉斯 终于站了出来 2023年迈阿密大师赛八分之一决赛 阿尔卡拉斯力展美国大兵保罗 为西班牙斗牛式军团挽回了一点颜面 不过上周罗杰斯杯大师赛四分之一决赛 又是这名美国大兵 再次将阿尔卡拉斯拉下马来 给了2023年温网决赛击败德约科维奇 夺取职业生涯首座挑战 者杯和第二座大满贯冠军 重返世界第一的阿尔卡拉斯当头棒喝 气得一向好脾气的阿尔卡拉斯 竟然职业生涯难得一见的 在赛场摔坏了球拍 就是这样一个美国大兵保罗 去年以来 十次对阵强大的西班牙斗牛式军团 最强五人组 纳达尔、阿尔卡拉斯、阿古特、布斯塔、弗基纳 竟然巴射二辅取得了联赛尔维亚 球王德约科维奇 俄罗斯沙皇梅德维德夫 希腊海盗西西帕斯 挪威至光鲁德等人都望尘莫及的佳绩 儼然成为了西班牙斗牛式军团的克星 实乃多多怪事也 本周星星纳提大师赛被靠背进行 美国大兵保罗也真是和西班牙斗牛式军团有缘 又和世界第一阿尔卡拉斯同在一个八分之一去 星星纳提大师赛八分之一决赛 阿尔卡拉斯vs保罗 是美国大兵保罗继续教训斗牛式军团呢 还是阿尔卡拉斯之史后勇为斗牛式军团争光天才呢 我等球迷拭目以待 来源网球之家作者七彩豆粉 这是 nos有个颗颗颗的 到千年为十年为三个曼盐 而且把天后来给予我的颗颗颗颗颗子